让学生自然爱上阅读 新竹县访试全县26所校园 像是中山国小 透过走读麒麟与导览小尖兵 培养学生带着走的能力 东方国小学生也会搜集研究资料 华山记者学拍摄撰稿 都获颁特优阅读学校 获奖学校依序上台接受颁奖 教育局访试全县26所校园 表扬7所阅读基优国中校 新竹县对于学校阅读教育的推动 十分的重视 所以每一年也透过访试 来针对学校不同的特色 也来做一些评选 然后让优秀的学校 能够进行一些表扬 更多的能够落实学校 在阅读教育上面的一个重视 那去年度总共访试了26间学校 那今天有7所学校 在县长的亲自来做表扬 山根阅读年年评选 包含校园环境图书馆资源 学生学习成效 与社群发展等 国中组由自强和主动国中 夺下特优和优等 中山国小透过走读麟 与导览小尖兵 培养孩子带得走的能力 东光国小结合防灾 水保知识 学生化身小记者 学习拍摄撰稿 自然培养阅读习惯 两国小货班特优阅读学校 运用阅读的一个知识 还有就是在我们的一个科技化的一个部分 去带领我们孩子们 在所谓的一个小记者 小主播 在影片的一个制作 还有所谓的一个 在制作影片的一个撰稿的一个撰写上面 让他们人们透过所谓的影片 还有就是很单纯的一个表演 去展现他们的一个自信 颁奖给三所特优和四所优等 明年三月自强东光和中山 三校还要代表逐线 参加全国阅读磐石学校评选 大展书香阅读能量